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位小姐 为什么会这样觉得呢 我以为你是来加入之后的盛宴的 像你最开始投来的那种目光 那种对宝物充满探求欲的眼神 我以为只有赌徒才会有 等到舞会结束 这里会举办一场特殊的拍卖会 对那些愈合难填的人来说 当然是想尽一切办法都要参与 如果你想加入这场盛宴 我可以无条件引你进去 你看 这些与我们共舞的宾客 他们每一个都在盯着你 想要得到你面具下的东西 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才发现自己被盯上了吗 美丽的小姐 在这里 如果不是狩猎者 就只会是猎物 当然还有一种办法 把自己包装成宝物 不介入任何人的利益纷争 如果你想走这条路来自保的话 我不介意成为你的祸主 你该明白 被放上天平的货物 在得到标价之前 没有逃离的资格 这位小姐 你不如就成为我的服务 这样 还能保你全身而退 没事吧 我现在已经发现把自己逃离的货物 那在回归现实之前 你梦到了什么 宝物吗 我最近倒是刚拿下了一件 也是在拍卖会上 我之前联系了 秦宁岛博物馆的藏品部 拍卖会后 他们已经派人进行了初见 如果进一步的 实务鉴定没问题 近几天就会正式签订捐赠协议 确实当时还竟拍了挺多轮 懂得很多吗 这位小姑娘 确实存在你说的那种情况 某些人支配财富的方式 容易侮辱歧途 但是 但是对我来说 财富不是值得收藏的宝物 而是影响世界的方式 财富是音乐的宝物 傅力的宝物 如果你刚刚在睡梦中 没有露出那样的表情的话 我还会再快乐一点的 关于这个吗 本来确实是想给你一个惊喜的 不过现在看来 你看 这里还专门提到了 请准备符合假面舞会主题的装束 还以为我的小画家 一定会很感兴趣 是想去看看 舞会上可能会发生的事情 我会的 你现在怎么还学会 抢我的台词了 我会想去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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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为我的小画家工作怎么会辛苦 我现在很期待你为我准备的服装 你梦里的那个罗夏虽然听起来不怎么样 但是她的品味还是不错的 这位美丽的小姐 请问我现在有资格邀请你跳一支舞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想什么 你每年白色情人节为我特别准备的心仪 也是我心中无价的宝贝 无论是你和我分享这场梦 或我准备这套衣服 还有之前的许多事 这一年来我发现 和你并肩前行的时候 你变得更加有魅力了 至于那些未知的谜团 就留给以后的我们 一起去探索吧 那不要紧 只是在我们的探险旅途中 一点小小的花费 我不是全都和你同步了吗 毕竟我最想拥有的东西 是花多少钱都买不回来的 是你的笑容 以后可不许再讲我的台词了